作曲 李宗盛 那个人在那边做什么 那 那个人不是世姨吗 世姨 世姨 你在这跳来跳去做什么 我 锻炼啊 为什么在这锻炼啊 这离你家很远的 空气好 那 我先走了 世姨 我们买了点水果跟蛋糕 要来我们家一起吃吗 好啊 你们邀请我的 走吧 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刚运动完 原来你还得坚持运动啊 会不会的身材这么好 她是谁啊 她是雪姨的朋友叫春珊 以前没发现嘛 春珊你的身材还不错哦 我去切水果 好 我去给你们拿蛋糕啊 我去给你们拿蛋糕啊 嗯 嗯 哦 原来这样 哦 她还送给我个礼物 嗯 你们在聊什么呢 嗯 不是这个 没什么 嗯 我走了 拜拜 你不走啊 我不走啊 我住这儿 我想大家都看到 虽然这球乱 其实王浩正在上部一天 王浩经验到王浩的机器人 在上部一天 王浩的机器人 在上部一天 算不吃这个 这么大人了 为什么要煮别人家 是让人无法拒绝的类型吗 是让人很喜欢的类型吗 去 喂 社长吗 这两天总有人跟踪我 好像是个女的 那你看清楚她什么样子了吗 你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 好吧 那我去打个招呼 你自己多留意一下啊 怎么了 哦 没事 顾十一这孩子啊 打电话跟我说她被跟踪了 估计是私生份 哦 这样啊 那叫她留意一点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谁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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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你啊 怎么啊 因为我不是你等的那个人 所以不开心 没有啊 进来吧 真好吃 你每次都从哪儿找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 厉害吧 搬到这里还习惯吗 嗯 挺好的 对啊 这里 风景好 环境也好 家怀做饭也好吃 有机会你可以尝一下 缺姬 有件事情 我要跟你说 其实原本不想跟你说的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一点利益都没有 不过为了你 我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什么事啊 最近我安排的保镖跟我回报 事宜一直被跟踪 事宜被跟踪 为什么呀 像十一这种还没有出道的练习生 以商业角度来讲 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 不过十一是你一直要找的人 所以恐怕这个人是想拿十一来威胁你 威胁我 想要钱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你想做什么 我想见你 场所由你决定 不管哪里我都会去 我想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人为了活下去 还真是不择手段 我会留意的 是 学期 你是不是没有 什么特别害怕的事情 当然有了 怕黑 怕吃不饱 还有 怕失去想要珍惜的人 你呢 才不要跟你说呢 说出来你一定会笑我的 是什么呀 是害怕一个人待着 所以找了个司机开车 所以一定要有助力跟着 就算是一个人睡觉 外面也一定有人守着 看来你以前 应该经历了很难熬的事情吧 所以啊 所以啊 以后呢 你就把你想去的地方 都去一遍 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以后的人生 可以回得自由一点 五十一 今天怎么回事啊 像你这个样子 将来正式登台 肯定要出问题的 对不起 昨晚没有休息好 你们大家都休息一下 你本身的资质是不错 公司也在重点培养你 但是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 太差强人意了 你刚刚出道 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别自毁了前程啊 休息一下 半个小时以后继续 这几天状态不太好吗 对不起啊 这几天睡眠不好 状态也不好 我会尽快恢复的 失眠是因为生活被人打扰了吗 不是 有些人的出现 你真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过还是好好坚持练习 准备出道吧 花在你身上的钱 可不能白花 希望让全世界的人 都看到你这张脸 你 有些人的出现 她已经没离开了 莫不得了 能莫不得了吗 有些人的出现